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28号 刚才时光里更新了很多视频 有些话你想聊一聊 第一个是武汉鹦鹉洲大桥晃动 关于这个事我们认同时光里的说法 你不是很急的话 你就先绕一下 因为官方的说法是怎么说的 就是说它属于一个正常的在风作用力下的一个反应 对不对 之前我们也看过这种新闻 就是说像这种摩天大楼 最高的它的整体晃动的幅度 在风的作用力下面 那个幅度能够达到一米 是不是 所以说官方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看网友的说法其实也有道理 网友的说法是 特别是重庆的网友 因为那边桥比较多 他们的说法是 重庆的桥也会有晃动 但是不会像鹦鹉洲长江大桥晃得这么厉害 对不对 具体的咱也不是研究这个桥梁专业的 所以说呢我觉得两方面都听一下吧 毕竟你看那个长江大桥上面的那个人从那边过了以后 说头晕已经晃到头晕了 所以说还是小心点为好 等最后官方的消息吧 第二个这个广州中城啊 说封闭 他他里面有提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三元里这边哈 三元里这边的不叫封城好吧 不叫封村 因为你生活在大陆你都知道 对不对 只要是一个片区啊 如果说出口特别多的话 他肯定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会给你只留两个口 他是方便你测体温那不叫封哈 所以说呢 你说广州中城这个是不是全部封闭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过去对不对 在看官方的说法哈 是有七个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说呢 具体的一半一半啊 不可以说是世光磊 说的是对的哈 也不是说我现在 我给你传达是对的 因为我没有过去去看 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哈 应该又是那种 就是说流出口啊 正常出行 但是你到哪都得测体温 又是又是那个样子 好吧 然后还有什么 蒋帆 蒋帆那个事现在都没关注了 其实你看 我觉得哈 你看这个阿里巴巴 处理的公正不公正哈 不要看他怎么说 看他怎么做 蒋帆这个事呢 爆出来以后 肯定有很多鸟们啊 对这个张大义这种小三是深恶痛绝的 肯定要去给他刷查评啊 即使你没买东西 你在那个提问 那里有个提问环节里面 也可以提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呢 那个 呃 还有追评之前买过衣服的人肯定有 对不对 你总不能说一个月小一百万个女儿 娘们 对不对 买了你衣服 这一百万个人啊 都绝口不提这个事儿 你去看那个新闻 对不对 你去看那个评论 那个评论 如果说实打实的已经反映出来了 很多骂张大义的 那这个事就阿里公正的处理了 如果说没有的话 阿里巴巴操你妈 好吧 这这事只能这么说 对不对 资本啊 对这些东西的控制 其实和政党对这些东西的控制 是差不多的 只是在中国呢 资本对这些破碎的控制 没有那么高明 然后呢 也没有那么严厉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也别笑话中国 你看看你们美国人 读的什么新闻 对不对 天天那些垃圾新闻 活生生的 让你们错过了啊 对这个疫情的最佳防控窗口 所以说 我已经能看到了 阿里巴巴也好 腾讯也好 对媒体 对这些东西 也是在不断的腐蚀 不断的 今天收购这个媒体 明天收购那个媒体 所以说呢 相对还好一点 中国有这个 共产党来压着他们 对不对 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我就这么一个观点吧 紧跟着什么 中韩边境出现 大批装甲车和坦克 我都觉得这些东西 咱没法报 对不对 怎么报啊 是真是假 不知道 那真的话 那背后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 说了说 你瞎说 不行啊 最后一个就是说 这个曝光啊 美国共和党针对民主党和共产党联手的斗争备忘录 这个新闻有意思啊 这个新闻是真的有意思 是说这个共和党参议院 全国委员向这个竞选机构发生备忘录建议共和党参选任意 攻击中国应对疫情危机 主导选情啊 中国外交部周一回应美国抹黑中国答案不言之名 另外呢 美国众议院波洛西表态支持拜登竞逐总统啊 中国是怎么回复的 你看耿爽是这么说的 美国一些势力 为什么千方百计 借疫情攻击抹黑中国答案不言之名 他说如果报道属实 令人不禁要问到底是谁在散播虚假消息 更上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有些人 应该要把中国扯入美国的选举政治 拿中国说是捞取选票 中方也坚决反对 美国有些人借疫情攻击抹黑中国损害中方利益 我觉得这个事吧 我觉得这个事呢 怎么说 怎么说 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 第一个呢 你说民主党和共产党那叫勾奸吗 是不是 那能叫勾奸吗 对不对 你以为共和党仇恨中国 那民主党就不筹划了吗 他也筹划的呀 对不对 你现在民主党啊 如果说占优势的话 民主党在执政的话 他也会把这个脏水不断的往中国身上泼 所以说呢 民主党是个什么爵士啊 我觉得民主党真的不是个善差 但共产党也能和他们玩到现在 对不对 也够牛逼啊 民主党呢 就是说也是很仇中共的 但是啊 这是共和党相当于直接踹了一脚 把这个民主党是往这个共产党这边踹了一脚 对中国来说有好处吧 我觉得是有点好处的啊 因为之前再往前啊 极端的筹划 有很多政客 他不光是来自于这个共和党的 也是来自于民主党的 对不对 你现在你把这个民主党往中国这边推了 那在民主党内部里面啊 是不是极端筹划的势力可能就要被压下去 是不是 你为了这个政党的生存 对不对 你可能就会被压下去 压下去以后呢 这个事呢 对中国来说有一点好处啊 但是坏处也很大啊 万一不成呢 万一这个民主党也变得极端反华 对不对 那这个美国无论选哪个政党上台啊 都会变成了这种民族化啊 民族化的国家 这这个在博弈 只能说是在博弈 所以说你说这个事呢 怎么看 我觉得吧 我觉得我们无论如何都是尽量去争取啊 它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啊 我们但是可以在里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怎么看呢 其实你看政党的竞争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企业的竞争也是这个样子 国家的竞争也是这个样子 你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新闻啊 都是在散布一些筹划的言论啊 大家这种筹划的这种语调在高涨 但事实呢 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有很多人他不是筹划的 包括很多企业啊 他也希望啊 能够和中国取得一个好的关系啊 下一步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 包括很多国家也是这个样子 他嘴上啊 受受这个言论的啊 老百姓的这种影响啊 他要发表一些 对中国不友善的言论 但是他内心里面呢 他可能考虑到自己政党的利益啊 还是国家的利益 他可能其实内心里面是有打算的 这个我觉得是实情 这也就是说你 刚才考了一下啊 就是说到哪了 是说这个 我觉得这就是 全世界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你要说内心想 脱中国啊 和中国脱钩去中国化 他内心是想的 但是呢 人不能凭着本能去做事吧 对不对 你要考虑 你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利益 对不对 你要考虑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系 经过这个全球化这么多年的发展 中国和整个世界已经深度的融合在一起了 你想脱 你就能脱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还是拿以前的数据来说吧 以前的数据啊 就是说这个 日本在中国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有15%的期限想离开中国 再做了一个调查嘛 然后呢 过了两个月以后 中国疫情控制住了 日本疫情开始逐步 有点爆发趋势的时候 然后呢 日本说 我们给22亿美元支持这个日期从中国撤离 这个时候再做调查 这个数据就变成8.9%了 降了差不多有一半 一半 这什么概念 所以说企业家是很务实的 你光听政策的那些企业家 基本上那都是赚不到钱的 能做大的 能做到跨国企业的 有几个 那么好忽悠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事吧 是 这就是你经济脱钩最困难的地方 然后政治脱钩其实也是 就好像这个台湾大选 对不对 台湾大选 你看蔡英文 理所应当的 当了台湾的总统 但是韩国瑜依然有很多人支持他 那些人虽然说没有支持蔡英文的多 但那些人就不是人了吗 你以为那些人就不是 就没有力量了吗 他们也是力量的 你不要看这个 共和党天天骂中国 但是是不是 民主党 他还有一部分是站在中国这边的 也不叫站中国这边 就是说 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他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 这就是你政治脱钩 政治脱钩也是很有难度的 我跟你说 他不光是面临中国的难度 你本身你就有难度了 而且中国现在说真的 如果说中国的这个批示 病毒实验所 咱不管他是泄露还是没泄露 如果说你最后拿不出来证据 证明是批示实验所泄露的 那这次疫情中真正能够指责共产党的 可能就是刚开始那一段时间的这个湖北的F4了 F4 你说他叫隐瞒吗 他可能叫重视度不够 和美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那你说共产党有那么可恶吗 你当然恨国党的话 肯定说共产党是全家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们也不是恨国党的呀 我们还是讲理的 对不对 你看人家周周凯那都不算这个 这都不算这种恨 也算恨国党吗 那你看人家还知道讲理的 对不对 你看大康 大康怎么说的 大康所有的东西啊 归根结底到一个点 那就是必须得证明这个病毒是从P4实验所泄露出来的 但是你看这两天 除了大纪元 除了大纪元 轮子媒体还在提这个病毒是中国泄露的 你看其他的这媒体都不提了 对不对 我跟你说大局已定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归根结底 他就 他泄不泄露 其实并不重要 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泄露了又怎么样 不泄露了又怎么样 对不对 你没泄露的话 美国人他就不能找理由搞你了吗 对不对 你泄露了 你以为美国人就 今天我就要证明是你泄露的吗 没有那个道理 这是 这是中美在博弈 就是说 美国想实现什么目的的时候 你泄露不泄露 我拿袋洗衣粉都可以说你泄露了 美国依然有很多人会相信 对不对 你没泄露 你也没办法证明 所以说这个事呢 我觉得就是大局一定 你们 那个瓜没什么好吃的了 那道理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是不是中国泄露的 最终 中国泄露到什么程度 中国说了不算 美国现在 说了也不算 是属于中美啊 共同到最终 博弈到什么一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就能看到一个什么结果 这是 这是事情的真相 其实正好把你的 特朗普你说关心他泄不泄露吗 他不关心 好吧 所以说呢 这就是 这就是所谓去 中国化 脱钩中国的一个本质吧 最终再讲一个 时光里刚才讲到那个什么 澳大利亚那个事啊 又又对中国做出了一些谴责 你看你们现在有 学生都在美国啊 都在哪里哪里 他说的都对啊 他说的都对 但是咱只说一个数据 咱只说一个数据 以清华北大 这两个学校有代表性吧 你说像我那种破学校啊 出国了 流失就流失吧 国家也看不上 对不对 咱就说清华北大啊 清华北大的这个学生呢 出了国以后啊 有40%吧 好像40%的会回来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学生呢 会工作 一年两年 或者说几年 对不对 他可能接着也会回来 总体来说 再加上也不是说 所有的清华北大的学生 都会出国 好像有80% 80%会出国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80% 乘以一个40% 32% 清华北大 差不多也就是说 30%到35%的学生 会留在国外 大部分还是留在国内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也符合 我们的理解 对不对 你说那么聪明的人 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 选择更好的一个生活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任何问题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也应该看到 60%的这个清华北大的学生 能够留在 最终能够留在中国 这既符合我们看到的现状 也符合我们国家 为什么说能够 一直在蓬勃发展的一个 一个理由吧 一个根源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你听时光领一说 那中国就想垮了 那我告诉你 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吧 事实 数据在这里 这其实就到这里吧